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现在呢是在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公园棒球场 稍后呢将在这里举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的授牌仪式 以及2023年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的总决赛 那么从2023年2月开始呢 这里就被国台办列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先后承担了三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的总决赛 这里也成为了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那现在呢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观赛位置 就是我们棒球场的天台露台 这里呢可以俯瞰到整个的赛场 现在天空一直是飘着萌萌的细雨 但是依旧不减大家的热情 我们也期待今天来自两岸的队员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本届赛事将持续至18号 来自两岸的32支队伍将进行80场比赛 赛事期间将开展选手之夜 参访交流观看无人机表演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 来自台东体中的参赛选手高怀恩表示 他们为此次比赛做了很多准备 在来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每天都做了很多的练习 然后为这个比赛而努力的去准备 然后大家都一起流汗 然后一起流泪 就是一起撑过来 然后为了拿这次比赛的冠军 然后一起共同努力 感觉就是很好玩 然后很多美食可以吃 都很好吃 就是太多讲不出来 我们是来自台湾的台东 台东体中的高中 我们是 我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活动 这次这批的孩子是我们高中部的 有的是 都是第一次来 他们第一次来这边觉得蛮开心的 来自跟棒球交流 希望能学到东西 互相学习 也带他们出来开开眼界 增广见闻 我们就是要冠军 我们可以的 两岸大中小学选手 切磋交流球技 结交棒棒朋友 通过棒球运动 推动两岸一家亲 好玩 很好玩 就是因为好玩才会打棒球 你喜欢这项运动 喜欢 今年是第四届海峡 两岸学生棒球连赛主决赛 这个对两岸学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我们也希望这个联赛 为两岸的学生 创建一个平台 他们通过这个平台 成为好球友 好伙伴 好兄弟 在未来的几天中 两岸的棒球小将 将进行激烈的对决 让我们一起期待 精彩的选手之夜